大家好,我是美玲,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与你分享近期一些重要的时政热点消息 和国内社会民生新闻 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请你动一下你的小手指 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啦! 最近国内有一部片很火 是由中共中央政策为主导拍摄的 《Soul Heart》小孩剧《黄彪》 但很多网友质疑 中共用洗脑影片转移民众对官方自去年12月初 无准备地放开管控后疫情全面大爆发,导致不满 让他们转头就忘记了疫情中遭受的苦难 不过2月10日有网友指出 《狂彪涉嫌抄测美国Netflix纪录片《无辜档案》 并晒出对比照,引发舆论歪言 从对比截图来看,狂彪的片头 与《无辜档案》的片头十分类同 《狂彪涉嫌抄测美国Netflix纪录片《无辜档案》 不少网友在微博贴文 批评《狂彪抄测美CAT》 那基本算是一模一样了吧? 你这样豈是抄测? 那叫照搬好吗? 改都难得改! 一有网友辩称,那不是抄测是致敬 立即做到其他网友反驳 致敬得很好,下次不要再置了! 自己扭不出来也没有创意,只需要抄 针对抄测风波,狂彪官方尚未组出任何回应 另外,在剧中专门负责素黑除恶的警员 是由大陆影帝章亦主演的 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该警员每一集的穿搭航头都价值不非 正在执勤的警员,却穿着LV的衬衫 Burberry的大衣服,全身服饰要价高大人民币96500元 狂彪播出后话题不断 先前更传出飾演毒犯的演员韩珀俊 他本人过去真是吸过毒 都知CAT早急忙生减相关片段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目前中共执政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 2月13日下午,我国女性终身无邪率快速上升的话题 一度冲上热手绑手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 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 同时育龄虎女生育意愿持续就低 2021年打算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64个 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 仅为1.54个和1.48个 女性终身无邪率亦快速上升 2015年为6.1% 到了2020年以接近10%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的调查显示 35岁以下的女性不到70%的人认为 有孩子的人生才是完整 那什么原因导致女性终身无邪率快速上升呢? 大陆网民纷纷表示 主要现在大家的经济压力较大 对幸福生活期待值更高 社会压榨魔术更多,生活更难了 人的幸福更低了,社会迷肉太强了 大多数人能力有限,要享受就无能力养育小孩了 11日中共继身协党早书记、常务副会长黄培安建议 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应发挥分育文化的引领作用 提倡色灵分育,忧生忧育 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落实年忧制度假 逐步调整宿卷工作时间等 对于黄培安的建议,网民纷纷表示 治标不治本,根本是要减少内卷 增加人民幸福感,减少贫富差 保证民生福利,养老无忧 但看看现在的状况,身水不涨,物价飞升,商业变狗陆 就这样国家还出台,法律延迟退休,医疗教育 简直押到普通百姓喘不过气 虽然看到的全是国家一亿强大的宣传 但真正的民生问题,这几年却是越来越多 为促进人口增长,中共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了 多重新措施,帮助不仁夫妇生子 四川多地质出台管理办法,取消生育登记对象 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将未婚生育合法化 还有中共的经济专家建议,将结婚年龄刚到18岁,以提高生育率 吕嘉华锐作家盛说,中共现在这个做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人 不知,中共没有人了 现在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甚至令人震惊的一些措施 来促进人口增长,促进生育 确实说明中共在人口问题上,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成说话,中共的一胎化继生,政策以及它的残暴统治再上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造成人口罩减 因为中共白半地,杀方隐瞒,隐瞒很难知道真正的死亡数字 但从它急于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也要想尽办法,尽快增加人口的这种急迹性 确实告诉我们,肯定是死了很多人 1月15日,法轮功创刺人李洪志大师揭示 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 李大师说,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 多年后,中共发育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疑胎制3胎制 由于中国出身率下降,中国各地的私立幼儿园也面临经营困境 在缺乏国家之助而且面临更严格的審查之下 这些企业处于中国人口危机的前线 业内人士认为大量幼儿园将在3至5年内倒闭 南华早报指出由于出身率下降,幼儿园入学人数也随之下滑 广西容院的幼儿园业业者刘德伟 表示5年前刚刚开办幼儿园时,有140名义童入学 但到了2020年,入学人数已下滑到约30人 他原本以为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然而去年底中共当局取消了严厉的防疫限制后 情况也没有改善,就是没有孩子 刘德伟说,他已为这个企业投资了几百万人民币 但尚未达到收支平衡 面临财务危机,他考虑关闭幼儿园 即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私立幼儿园也受到了影响 住在上海,若有一子一缕的黄老师 对记者说,他注意到了幼儿园招生人数的变化 他说,从2015年到2018年,我儿子在那里就读时有7个班 到了2021年,他妹妹入学时,只有4个班 而且班级规模也熟少了 去年教育研究机构,易阳教育研究院发布一份报告指出 2023年后,中国在园儿童的总量规模将进入一个剧烈收缩期 报告称,若以2021年幼儿园总数29.400万所在园儿童48805.21万名来推算 未来10年期间,在园人数对应的园所总数量将在2020年基础上缩减30%至5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人口专家袁新表示 尽管过去几年里,中共当局实施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这趋势要流转过来是相当困难的 最后是一只小花水,北京三环路一男子在车后放置了一块标语 上书能问下台,被警察拦截后造成倒车 警察问:"你敢是说谁啊?" 男子回答:"港特朗普是流氓,要让他下台,警察说:"你不要乱说啊,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啊!" 无独有偶,一位T恤设计师,可不孙老师在微信里展示一件 由他自己设计的白色T恤设,上面写满数字,从0到9都有 唯独缺小6和4,还有一双血色的大眼睛 结果这名设计师随即被中国公安带去请阴茶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又要跟你说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订阅点赞留言 并转发这个频道,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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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